包括文化 其實我相信大家已經很聰明了 如果在Facebook 或者報紙 看到不需經驗、高薪口證 其實大家都會不久去看 但是這些不立之徒仍然是 原在大家當心急想找工作的時候 大家就小心留意 最傳統最傳統的合肅宣案 通常你去到interview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你都很適合我們行動 但我們是有一些行政費 或者需要一些註冊費 想你先給了 之後我們會再聯絡你 通常你心急 或者你當時很想要一份工作的時候 你給了錢 這個犯人就投資U-U之後就走過去 所以你以後就看不到他了 其實大家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會偷了你的國人財物呢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有三至三的個案 就是說你可能拿了國人財物 去到一間公司之後 他就會跟你說 我幫你取消了他 其實可能這間公司裏面 跟你interview的人都是假的 跟你說完東西之後 他就說不如你留下你的袋 或者你去幫我拿些東西 回來 之後我就再給你 但是那個人就已經走了 就發現原來他 都不是這間公司的職業 在去年發生 年齡就介乎 30到40歲的受害者都有 所以大家要看你們去找工作的時候 都要小心看情況 我之前都說了 在去年其實沒有特別 希望大家因為大事去宣傳之後 其實已經少了很多 又或者一些配音員 去那些製作公司那裡 騙他們 例如化妝費 一些製作費 其實已經少了很多很多 又或者是一些洗黑錢的個案 就是不要覺得 其實都不是自己身邊發生的事 但是可能也都有一些 求職人 看到請人的時候 他會對我 咦?你可以借這個戶口給我 那我就調些錢給你 到時候會抽一些信息給你 那有些人就真的沒有問 也都借了這個戶口 但是你又不知道 其實他的戶口 是可以做一些不法的投資 或者洗黑錢的手法 那其實就是去年 有兩類最新的趨勢 那就是首先呢 他們就想你 抄下你們的個人資料 那之後 他們就會用你們的個人資料 就拿去一些的 借錢的公司 借貸公司 然後就借了一筆錢 但是你是不知道的 那時候呢 你收到一筆錢 或者那個人打給你的 小鈴鐺 你還債 那你才知道 如果你想申請 建工的那間公司 他就拿了你的個人資料 就去了借錢 那這個大家要小心 因為近一點貫田 是比較多有這個 另一樣的就是 他們就會 要你們買電話卡 那可能你的工作需要 需要有幾個電話 在新的 那他們就會叫你 不如申請幾張電話卡給我 那我突然回家做事 就方便一點 那但其實呢 可能說了一兩句之後 你們會收到一些電話的帳戶 可能打字幾萬元的 那他們可能會用來做一些不法的 例如去打ID 或者做一些辦法的事 那本項可以達到是 五至十萬都有的 那所以大家 過日資料呢 要好好小心保護 你要看一下這間公司 究竟是一間 是甚麼的公司 就是例如你可以最簡單的 上網 商查 例如你的公司公司 究竟是否有這間公司存在 你信不信得去面子的 要看清楚 他要你拿個人資料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或者小心些 究竟他拿來做甚麼 這件事大家找公司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清楚 看一看 就是你保護自己 保護 突然好像有幾個禍上身 突然收到帳單 就是二十萬三十萬的本項 原來你發覺 是被別人盜用的資料